不是 你说今天是陈佩琪 他要特别找了媒体来做 我说明 你说因为真正关键出来了 这个保险箱被刀到 是真的那么严重吗 不是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陈佩琪今天为什么要叫记者来说 为什么 他不是讲的是今天上午 发生一个大事情吗 对啊 因为调查官去拿了搜索票 去叫他开了保管箱 对 那好 那就主题在保管箱嘛 就他今天拿了一大堆存折 给大家解释 那跟保管箱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对啊 他要解释他的金流的事情 应该在上一次的地方法院 说他有不明财产的时候 他就要解释金流啊 那是9月5号的事情 现在过了几个礼拜 他突然间在解释金流干嘛 所以今天的目的 应该要解释保管箱是什么东西嘛 保管箱是什么被查到 我们不要管他了 我现在请问你 保管箱拿了搜索票去搜索 对不对 搜索完了之后 他现在故意讲 里面也是什么 都是偷嘴巴讲的 对 有预计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有一个叫查扣清单 因为中央官调查官 你把查扣出来了嘛 那你只要把查扣清单 拿来给记者看就好了嘛 你要讲保管箱就讲清楚啊 所以他没有告诉大家 保管箱查什么东西 他讲那个鬼扯蛋 所以保管箱里面真的很重要吗 当然是重要东西啊 保管箱很重要 如果你是调查官 你要去跟 你检方要跟法院开搜索票的时候 要不要说 怀疑要查什么东西 要 当然是有一个标的物才会去的嘛 哪有那么250跑去乱翻家保管箱的 他讲清楚说 我从柯文哲 从这些人的嘴巴里面 我都调查出来 有一些有可能性的疑点在哪里 有可能我这个搜索会有什么结果嘛 那个票才开得出来啊 所以他有具体的搜索目标 去开这个保管箱嘛 所以他 所以他现在骗记者嘛 对 今天就碰到我是记者 我问他一个 那你把 保险箱 不是把 查扣清单 查扣清单 拿给我看嘛 什么东西啊 查扣清单宝贝的东西在里面啊 有可能 如果今天没有查到东西的话 他就大骂 大骂检方了嘛 对哦 他把他先修理检方一队 你骚扰我嘛 搞了半天 真的像他讲的两个五十万 预扣什么什么 什么预金 金氏 然后预器外 各有五十万 其他都没有 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以陈贝奇的个性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查到 只查到这个蓝山的东西 他早就开骂了 开机者会是骂人的嘛 对不对 开机者会 他是在cover 他被逮到 他被搜索的东西 他不告诉你嘛 这第一个主要目的嘛 然后第二个 他刚刚讲最后一句话嘛 他说 讲到什么 他说我个人的认知是 这些钱如果是不明来源或犯罪 诈骗所得才需要洗钱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讲的是对的 可是法官怎么认定 法官认为你有不明来源 法官认为你这个是洗钱 所以才收押了柯文哲 不是吗 那你今天再讲了半天 帮柯文哲那个作词 到底洗清了没有 没有 没有啊 那为什么要讲这些钱干什么 很简单啊 他儿子嘛 因为他用了他儿子的户头嘛 对 他把他儿子讲账号的事情 他故意把他洗掉嘛 所以讲了半天 整个记者会的目的 是掩盖了今天 他怕担心 对 担心后续 关于再放消息出来 因为今天上午已经让他吓一跳了嘛 对 因为有传媒已经丢东西出来了嘛 说今天被搜索嘛 对不对 所以他是要针对那个搜索 提出一个对应 然后第二个 针对法院的 法院谈的金流的问题 对 故意跟你鬼扯在一大堆 我要转移交电 跟你转了一大堆 就是我儿子女儿没有关系 对不对 其实真正的核心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 被检 被侦察官 拿了搜索票 扣了什么东西去 那个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 好 所以市长 今天刚刚讲的 今天你说 如果你今天在银行的保险库 被检掉知道 而且检掉把你盯着 叫你去两个地方 然后呢 我同时要搜索 你说你会吓死 因为那 你如果去弄了一个保险箱 那一定是你个人的绝对机闭 当然 先检掉都知道 是 检掉如果知道 这两个表示你什么都知道 而且现在 大家去看看陈佩琪 就代表 你早就被盯上了 你去看豪宅 你去买商办 你去存ATM 包括 你去保险柜 都知道的 搞不好 他去保险箱 这个件事情 也是检掉早就知道 已经知道你去那个地方 非常多次 你看都可以用手机讯号去抓到你 搞不好老早就可以抓到你 而且保险他去的是第一银行 第一银行来说老早 搞不好你就已经被盯上了一个状况 我跟他讲 他今天讲的这个1600多万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就是用一个所谓大水库的理论 你说我619 但是我从2016年到2024年 我的收入有1600多万 所以这个619 绝对没有所谓的财产 来源不明之罪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要说明的是这一点 大水库 有一个大水库 我赚得比他更多 我有好几股的收入来源 可是问题这个 症结点在什么地方 这个检掉说你是 破名金流 破名金流 破名金流来说话 你那个遗产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那个所谓相关的 这个每年赚的钱 或者说广这个所谓通告费 或者什么演讲费 而且那都有列涨在内 你说那就扣掉了 那都要报税 都有这个所谓 所以那绝对已经是检掉扣掉了 因为我们记得说 就在那个裁定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在这个所谓的审讯金论功行赏之际 透过应小微去分封行赏 分封行赏的时候 这个时候被告也就是柯文哲 配偶及子女 就有大笔不明的金流进入 对那你却检掉不会去看说 你这时候的这个薪水到底是多少吗 如果不是从这个地方来 检掉才会觉得有一点怪异 所以前来他是相当害怕 这些事情来说 搞不好会烧到他们家人其他人 我觉得他目前会只是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他今天还讲什么 他今天来说 在我先生当市长之后 我有这个两个保险项 这两个保险项 是因为我先生当市长 我觉得他工作不稳定 所以在里面来说有50万 两个都有50万 还有这个珠宝这些东西 就存号 他从他当市长这样子 有这两个对不对 可是我们去看 他在去年柯文哲 要准备要选总统 他申报里面来说 也没有现金 也没有珠宝 也都没有申报 也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申报过 他有2比50万的现金这件事情 没有申报过 这就是他的申报的这个状况 你看他的珠宝里面 这一栏里面是没有任何东西 另外在现金里面来说 这里面也是没有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 他都没有申报过这些东西 而且他去年申报有2000多万 所以你要说 你要支出给你的小孩子 你从这2600多万支出进去 是错错有余 检掉也一定知道 你就是动这些钱 然后进到这个地方 那显然 为什么你会让人家说有619万 就是目前会是减掉 真的不知道你这些钱 从哪里来 那今天就有一个 我有一个大水库就这样盖过去 用这样来说 我觉得就是 我都已经赚了1638万 619万 那绝对不会有这样的 这个其实我一直不能理解 你干嘛放个50万 在这个保险下 你干嘛 你是压阵吗 你是放这个手机吗 对 是来打架的吗 对 不然跟他讲 你如果给你小孩 你不转账 画一画 是 钱又过去了 是 我还要跑到那个地方 我还要坐计程车 还要下车 是 还要拿钥子开门 是 这多麻烦 对啊 所以就知道 还是有非常多疑点 没有说明清楚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就要直接来看 如果以这个陈佩琪来说 你看他的地图 是非常明显 他们的客家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因为这附近 没有这个保险 保管箱的这个服务 以最近来说的话 第一这个 第一营行的中校分 或者是在这个 所谓重新栏入 这个地方的这个营业部 这两个地方 是最有可能的 然后你再来看 他买的商办在这边 看的豪宅在这边 所以其实他的负责 他喜欢的区域 就在这附近 这就是所谓的老板娘 第一夫人的 这个所谓 他的生活圈 就在这附近 这样走来走去 好那我就讲 事实上你看 为什么有人知道 他去买商办 然后有买豪宅都知道 然后去ATM领钱都知道 保管箱都知道 所以显见 他已经被盯了 非常久的时间 这些所有的足迹 你都知道 我认为检调 目前为止来说 也没有把全部的东西 都把它弄开 我讲这些东西出来 你就开始突然 跟我反应 对不对 我觉得接下来 检调可能还会有 更多东西丢出来 就是我看你怎么反应 我们事实上检调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讲这些东西 那你来反应我 那假设我再能抓到 你的这个弱点 我就再把你攻进去 那搞不好不排除 还有更多东西丢出来 看你怎么解释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是对他 终极施压的一个状况 好 玉宝 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 是我吓死了 居然保险箱被抓到 而且保险箱 不是一个保险箱 是两个保险箱 那陈贝奇今天在讲说 原来是检调 昨天拿了搜索票 叫他直接打开 代表检调你在哪个保险箱 你这个保险箱 是什么样子 检调都已经清楚了 如果我再去对照 在去年9月30号的时候 柯文哲单独进到了 陶珠影园 你单独进去 而且你知道陶珠影园 是全台湾最隐秘的地方 你根本不用下车 你也不用到这地下车库 你是直接的 直接有一个电梯 车子根本不用下车 直接上去 你进去跟出来 是完全不会被看到 连这样子人家都知道 等于说 你早就被挂线了 其实他的保险箱 被找到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可以找到 他的保管箱 每个银行 不是每个分行 都有保管箱 比如说特定几个银行 他会在风水保库的地方 才会设立保管箱 而且保管箱 不是一般老百姓 去的那一层 所以你进了银行 你要往上 有些银行是往上 有些银行 有些银行的保管箱 在地下二楼 他是往下 所以为什么 姐姐会知道你有保管箱 一定就是跟着你 然后你不用去ATM提前 不用ATM存钱了 然后你也没有零贵 你要跑去哪里 所以保管箱一定是被跟间的时候 知道说 你往上二楼走 或是从地下室 B1 B2到地下室去 他被跟间的 他被跟间 然后才找到他的保管箱 所以这个保管箱来讲的话 我觉得像刚刚会就提醒了 这个保管箱这50万真的是给小孩的吗 会不会是他们最后的跑路钱 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呢 那真的是最后的保命钱 所以佩琪在这件事情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你觉得他只是证人吗 如果你今天要开人家的保管箱 要开第三人的保管箱 你必须要申请搜索票 搜索票不是你检察官自己拿出来 你要去跟法院去说明 这一个陈佩琪医师呢 因为他的先生 柯文哲主席 设犯什么什么案件 而且你要告诉法官 一个很强的连结 如果没有这些连结的话 你怎么办就开这保管箱 所以开了下去之后呢 我觉得会不会还有其他保管箱 如果还有其他保管箱 那这个案子就有机会突破了 是反必有要 为什么 因为陈佩琪明明知道说 自己现在很有可能正能转被告 一般来讲 在这个时刻会选择什么 安棄 低调在低调 我觉得不要讲任何话 因为我讲任何话 很有可能都会变成 检调逮到我小便子的 呈堂证控 柯文哲那时候讲说 我跟你讲 我进华城三四月才知道 我这个840%农基率 就变成铁证 所以法院直接把你列入了 但这时候陈佩琪 去做了非常反常的事情 就是说主动联络媒体 主动 对而且呢 一般来讲 你论论媒体 你知道怎么联络吗 我应该直接大名大方的 开一场记者会 对不对 陈佩琪不是 他只挑了特定 他自己指定的媒体 而且到了指定媒体的时候呢 开始说我要解释案情 但保险哥今天早上 才发生一件 非常特殊震撼大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早上发生什么事了 保险箱被查了 保险箱 对那大家想说 所以是因为保险箱被查 里面有什么陈佩琪 他说没有要保险哥 其实不是 最重要的是 先前这个保险箱 到陈佩琪交代ATM 那时候媒体所揭露的讯息 ATM是会到谁的账户里面去 小孩 他的子女 也就是123克富瑶 以及另外两个 柯文哲的女儿 但为什么今天陈佩琪 愿意要跳出来 因为理由很简单 检调已经讲了 下一步就会烧到你的儿女 因为如果你有把 不法的犯罪所得 或贪污或贿赂所得 汇到你的子女账户 而你子女也知情 也把账户提供给你用 保险哥这叫什么罪 洗钱 洗钱罪 所以很有可能包括你的子女 通通都会变成 洗钱罪的被告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陈佩琪是不是需要跳出来 当然需要 而且你说 今天保险箱居然被查过 那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 你知道每个人的保险箱 照一讲那都是我的天大机密 而且任何的银行 在接受客户的保险箱的时候 他也有绝对保密的一个责任 如果说我今天接受你的保险箱 结果今天检调出来以后 我马上就把你够出来 谁还敢去这个银行 代表 今天对陈佩琪来讲 有两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第一个是 我的绝对机密 绝对绝对绝对绝绝机密 的保险箱 居然检调都知道了 还有中间放的50万元 现在也跟他的小孩勾连起来了 对 为什么 因为陈佩琪的想法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我查到的保险箱 在定义里面 我要放50万 各位他不是放一笔 他是两个保险箱 我各放50万 他交代理由是说 因为柯文哲当市长 他工作很不稳定 很有可能会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必须要给这个小孩子 我们讲留一个这个 我们讲的安生的 我们讲的如果动荡 发生一些状况的话 要给他们应急用的 应急用的 不是啊 保险客 以备不时之需 不是啊 台北市长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真的不知道 是讲错话被雷公打吗 怎么会说你要把这50万给小孩子 台北市长每天的薪水是什么 固定的 每个月汇款是什么 就是固定的啊 薪水之稳定 没有人比公务员还稳定 台北市长还是公务员的 顶紧崩 直下市 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他这个话 在第二件事情 保险刚才讲了一个重点 你知道什么吗 保险箱里面所存放的任何的物品 钱 甚至我就开保险箱 请问一下 银行这些资料会不会公开 不会 完全不会 你去贷款对不对 贷款是不是要连增 很麻烦会掉你的信用 不好意思 也掉不到保险箱 所以这个真的是 如同保险跟你讲的 就是绝对吉米 只要进去了就不会出来 但今天当检调 我跟你讲 他是领着陈佩奇去的 我抓着陈佩奇 而且我觉得恐怖在哪里 不是一个保险箱 我觉得要知道一个保险箱 那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你居然知道两个保险箱 他知道你有几个保险箱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今天检调带了他 就去 然后把这个保险箱开 而且甚至是连里面什么 可能有什么都已经找到 甚至连什么 亲友 他讲的说亲友的保险箱 我们也要查 代表整个蛛丝马鸡 你所有部下的天罗地网 包括你所做的一举动 都在我的掌握之内 可以我们看到今天 他也把他的账策摊开了 账策摊开讲 你说我们家什么 有什么700万 170万 包括有很多的钱 我就是有这么多钱 我在这几年的期间里面 我妈妈的这个 所谓的老人年纪的账户 我自己的这个存户 我都已经提了 我都提了五六百万 我本来就有这么多现金 这个我们分几个城市 第一个 陈佩琪讲说 我大概零零种种 总共提了1628万 这几年的时间提了1628万 有五大笔金流 对 然后他开始解释说 其中有什么 有我的老年年金 有我的过去的这个遗产 那分别的这些提了 我们讲的存入了410万 对不对 那后来我总共全部 各位 他说我把我妈妈的钱 全包都量出来 535万 第二个部分 他在讲自己的薪资所得 大概528万 然后第三个部分 他讲说柯文哲竞选 台北市场期间呢 那时候选主补出款 1700万嘛 结果呢扣掉了 我们讲当时的房贷的钱呢 结余有230万 最后他讲说柯文哲的存款呢 有171万 保际哥他把所有的账面上 包括我们讲的 他之前讲过的演讲费啊 车马费啊 总共60万 他说这样都起来1628万 那保际哥你仔细注意到 一个大问题 检调说的不明金流 请问下是什么 就是我你 你所谓的稿费 有没有计算在里面 有 你问问为什么 这是合法所得 对 这都查得到的 那你所谓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在里面 你所谓的柯文哲的所得 有没有在里面 台北市场这个合法的 有没有在里面 包括你讲的这个 有没有在里面 所以代表检调讲的是什么 我把你这些 所有都在里面的东西 扣掉了 我都已经扣掉了 但是你凭蓬不顾 还是存的 我们讲619万 莫名其妙存进去 我才会觉得有问题 但陈佩琪跟你讲的是什么 我有提了非常多钱 我有存了非常多钱 所以我本来就非常多钱 所以绝对没有问题 保际哥 请问这两件事情是什么 不两 风马牛不相及 对嘛 跟不相及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困难 如果今天说 他有要照顾他老妈妈 他有照顾他老妈妈 他包括 他的妈妈的老人年金部分 老人年金部分 从2017年到2024年 提了535万 你妈妈的老人年金 你提了以后 你都不花 不花了以后 变成现金 现金了以后 等于是半夜 跑到AT月之前 把他存到另外一个户头 保陋哥 这个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 来各位 你不要被这个 我们讲表面上呼嚨 你仔细想想那个场景 陈佩琪 我们讲他父亲过世 只是他的母亲 那母亲 还有一些老年年轻 结果陈佩琪 这个不好的路 他做什么事情 他把妈妈的钱 全部领光了 他保护535万 他不花钱了吗 我不知道 我就是把所有妈妈的钱 都领出来 你说这件事情怪不怪 再来 陈佩琪叙述的场景更怪 他说我之所以会存619万 是因为我有这些钱 但他的形容是这样 他说我就拿这一张提款卡 两张提款卡 一张是干嘛 我就插进去 把我妈妈的钱 全部都提出来 然后提出来之后 我再把另外一张卡 比如说我的儿子 比如说我的账户钱 插进去 然后把钱存进去 保陈哥 请问一下 有个大问题 你知道什么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转账 就好 他说 可是银行那边 他们都认得我 我是这个市长夫人 我不要用特权 他半月薪的时候 拿两张卡 一张提 一张再存进去 一张提 一张提 他时间这么多 对 而且他还分好几笔 因为账目我都看过了 比如说三万 然后就提啊 提啊 他这么讲 很奇怪 因为提款 他其实上限没那么多 而且我觉得 第二个 你刚刚讲到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薪资更妙了 他自己讲 所以我在工作 有薪资名系 薪资名系里面 我的存款是507万 这个提款 好像我都提出来 不对啊 他每个月只提三万 你每个月提三万 跟你的507万 根本对不上啊 对 来各位你仔细看 他说我过去的存款 有507万 但是呢 我把我所谓的薪资呢 账目上 小数字这个不用管他 他说 但是他提用多少钱 他把528万领出来 所以 本来哥你看 他把妈妈的530万 领出来就算了 他又把自己的钱 全部528万领出来 所以本来哥 我就问一个问题 所以你到底提这么多钱 要干嘛 对 他也没跟你讲 他也没跟你讲说 各位最重要的来咯 好 你跟我解释这些 我都没意见 但你要一进一出嘛 你跟我讲说 那你把钱怎么样 619万 存到你的小孩子的账户里面去 因为你知道 这个时间点很怪 第一个时间点 是2020年的3月10号 也就是便当会那时候 前前后 他存了多少钱 存了150万左右进去 结果后面呢 到了2023年 4 5月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 他存了多少钱进去吗 他存了将近快要 四五百万进去 那你没有办法解释说 你怎么突如其然间 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存了四五百万进去 保德哥你知道巧合的是什么吗 巧合是什么 2023年5月 刚好是柯文哲竞选总统 专户 999999 大量存进去的时候 所以这个更加起人一动嘛 因为你到现在为止 根本没有解释 而且 问到最关键说 你把619万 存到你子女上活的时候 你知道陈佩琪怎么样吗 陈佩琪怎么样 陈佩琪没怎么样 反而是陈战怎样 陈战怎样 跟他打一个手势 打手势 眼睛附近打手势 然后你知道陈佩琪是什么 干嘛 哭了 哭了 然后没回答 从头到尾没回答 说到底怎么存进去 然后就瞎唬唬 党机跟斗逃就出来了 我忘记了 我不清楚 我子女好像这样子 但是你要跟我讲区间 我不清楚 反正他就是没讲 所以保德哥 真正的猫腻在这边 而且刚才讲的 如果你对整个事情 没有非常的清楚 你对619万 怎么进怎么出 你搞不清楚 你今天真的会被唬唬了 因为谈到619万说 地面存600多吗 你要告诉我从哪年到哪年 总共有6年 6年的花600多万 一年就100多万 那一年100多万 我的话 那我一年分10次存 一个月存一两次 那会很奇怪吗 问题不在这里 600多万 第一个 根本没有6年 第二个 你根本不是平均 你先把它平均在我 6年平均 一年100 不是 你是前面有一个时间 后面有一个时间 前面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多了一个月 是100多万 后面的一个月 多月的时间 是400多万 陈贝吉得到了 柯文哲的精髓 就是说他从开头 第一句的假设问题 就错了 你后面全部都错了 刚刚讲到1600多万 根本跟检调讲说 浮空存进的619万 完全没有相关 他今天跟你讲说 我总共存了6年 对不对 错了 各位 我再讲一次 他是在2020年的3月 那边 很靠近的日子 存了150万进去 后面呢 到了2023年 短短半年期间 存了500万 各位 半年存了500万 所以总共加起来时间 他根本不到一年 根本不是他讲6年 但他就跟你讲6年 所以你如果跟着 陈贝吉的逻辑走 你会发现是自己 你会看着他在那边哭 因为一到子女 为什么要存知情商务就哭 哭给你看 然后就不回答 然后呢 问他讲说 到底为什么存进去的时候 跟他讲说有6年 所以他根本 从头到尾 这两期什么目的 在干嘛 就是混腰是听 而中间就关键的四个字 护子心切 就是拜托 不要来吵我儿子 拜托 我儿子跟女儿都没事 其他的我父母来扛 不过今天有一个东西 他到底解释清楚 就是那4300万买商办 可是他这个商办的名称很有趣 他这个商办名称叫什么 板南捷运管理办公室 他买这个办公室 有一个专案名称叫板南捷运管理办公室 然后呢 他从三个地方给的钱 是从什么 合作金库 义银跟富邦台北银行 保陵哥今天呢 现在陈佩奇所公布的这个东西 证明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们真的在坑杀小草 为什么 拿着小草 投票给他们 得到的选举补书款 结果分三个账户 竟然还真的给他买下去了 他有道歉 他说我们思虑不周啦 我们后续呢 看再怎么样给党部 你知道记者很聪明 追问说 所以你要怎么样吗 是信托吗 还是你要怎么样把他交给党部 他说 我还不清楚啦 最近事情很多 所以他也不跟你讲说 到底有没有要还给民众党中央 搞不好还是持续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我们讲的这个庄户 跟所谓柯文哲陈述的 到底是不是要给立法院党团作为实用 还是他第一时间讲的 个人办公室实用 也没讲清楚 但今天终于搞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陈佩奇真的是第一女车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说 他所有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买这一间办公室 保险哥 他说谁叫他干的 他说是柯文哲叫他干的 所以不管是看豪宅 看办公室 甚至看小宅 他先讲的晚风许许 恐怕背后真正的主持者 都是柯文哲 这些陈佩奇 我开大门走大路 我把账户弄出来了 你们还不相信我吗 但是我觉得 好多个关键问题 他都没有回答 比如说大家心里想说 你怎么会密集的 存入400多万元 那400多万元 是什么时候存的 是2023年 但是他刚解释 他存入他母亲 什么东西的 2016年 你怎么会把2016年存东西 来解释2023年存的东西 这两个时间你也差了多久 所以我跟你讲 我觉得现在他所有 所以你听说 我今天从我妈妈的老人 年轻的户头里面 提存出来的钱 是在2016年 但是我存进去的钱 是在2022年 对 我们现在你所有 你所有赚的钱 我们不管 我们现在只针对两个 比较奇怪 第一个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在 沈金金他的论功行长期 或者是说他的吃便当会的期 你们会有两笔巨额的金钱存入 2020年的3月 以及2023年的45月 2023年45月 对 就后来你现在 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讲 没有 他去扯了什么 他说我妈妈的那个存入了410万 老年年纪 那个全宇加起来是523万 535万啊 结果这535万的时间是几年 2016年 诶 我跟你说问2023年的事情 你跟我说五百年钱的事情 是要做什么 所以你得把明朝的剑 来杀清朝的官 对 非常莫名其妙 第二件事情我也不理解 他说因为我要给我小孩子 那个一些钱 所以我就是 你知道我要他们密码 他讲很有趣哦 他说如果我要给我小孩子钱 我要拿我自己的存责 我要拿我小孩的存责 我要拿我自己的密码 我要拿我小孩的密码 那因为太麻烦太复杂 而且我不想被人家看到 所以我就拿了两张提款卡 我提我的 存他的 你有什么问题呀 你不能用汇的吗 现在汇款 你把你的小孩 变成你约定账户 对 你要汇50万 汇100万 汇多少钱 都可以 那你这边提来提去 全提去 我跟你讲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 为什么要这样提来提去 半夜跑到了AT院 然后听到那个叹叹叹叹的声音 然后叫唇拿出来 很高兴 放进去更高兴 晚上睡不着觉 我听到什么我会睡着 叹叹叹叹叹叹叹 然后听一遍还不过瘾 还要听两遍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反而倒提醒了我一件事情 因为呢就是我有一些朋友 假设他们自己 比如说有一个收租的账户 然后要有一个自己常用的账户 他要确定这个房客 是不是每个月交租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账户 是别人会固定汇钱进来的 那他就会每个月就看来说 有没有进来有没有进来 他再把这个账户给清空 存到自己常用的账户 好 假设成如他讲的 这一个提出来 这个存进去 是不是他有一个账户 专门会有人 不定时的把钱存进去 所以他从这个账户里面 把它提出来 再存到自己常用的账户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避免人家注意 多那个就是大笔的金额这样进出 不然人家会问啊 为什么突然之间 你这里会有一个大笔金额 不是你公司的汇款 不是你投资所得 不是你做生意来的 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情况 所以总而言之 陈佩吉他今天解释了很多 但解释了很多里面 感觉上又好像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对外这三万元 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既然照你这样讲 你4300万元是用选举补助款 去买的 你自己本身现在的存款 1600多万元 不好意思 那个你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里面 你那个存款里面是2500万 为什么你现在只剩下1600多万 嘿 再来 那你凭什么底气 去看2.7亿的豪宅 你有什么底气 去看1.2亿的豪宅 你去看2.7亿的豪宅 跟1.2亿的豪宅 是7月的市 你什么时候去买房子 是5月10号买的 换句话说 你用7000多万 里面的4300万 去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你自己身上也剩1-2000万 你7月还有那个底气 去看2亿期的房子 去看1.2亿的房子 然后你告诉我 没有问题 你什么都没有 谁手上只有2-3000万 会去看1-2亿的房子 2-3亿的房子 所以我觉得 陈沛琦 反而有更多的疑点 没有解释清楚 还有 他不是说吗 我就是有两个保险 对啦 里面有一些珠宝 什么 而且我的先生工作不稳定了 我要给小孩 不死之躯 放一点小钱 小钱多少 狗宅班 我跟你讲 除了小钱狗宅班 非常惊人之外 为什么是两个账户 为什么是两个保险箱 他有三个小孩 所以他的儿子 在国外那个部分 是额外处理吗 他这个所谓的50万 两个保险箱 是给两个女儿吗 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他还有其他保险箱 是目前为止没有被找到 或者是在国外的 所以我觉得 还有其实说也很夸张 台北市长 你还会工作不稳定 那我们谁工作稳定 他现在所有的说法 只能说 可能检掉一步一步 查到他的一个 最重要的关切点 现在人家有外传 他的这个保险库里面 可能有找到 所谓的冷钱包 那是不是因为 有这个冷钱包 他今天必须出来 把这些东西 先承认 先讲清楚 但是回避了 最主要的问题 冷钱包这件事 到底有没有 刚刚讲的 现在有个角色 越来越浮上台面 那个就像是陈佩琪 这你们讲吗 现在整个柯文哲 在案子里面 整个图力 已经越来越巩固了 你现在看到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人 能反咬的 全部反咬的 全部都指称 就是柯文哲 一意孤行 就是柯文哲 直接指示的 甚至你还要求说 怕这个流程太慢 你要把 实券清醒 就是你要拿着券中 马上给我跑 行程 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但问题是 金流呢 而金流 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 以及沈静静 嘴巴还真紧 但没有想到 有一个漏线了 对 陈佩琪露线了 因为钱到了陈佩琪手上 他忍不住要存起来 到了陈佩琪手上 他忍不住要买房子 当你钱一斗 你一存 你一买房子 就并购了 而且你知道吗 这整个金华城的 这个图力罪 或者说整个贪污案 里面来说 最大的破口 你都没有想到 居然就是 陈佩琪的ATM理财数 为什么是陈佩琪 ATM理财数 我就跟他讲 因为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来说话 省心招了没有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给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他也不认 然后呢 柯文哲也不认 也不认 大家都不认 他都不知道 你去查金流好不好 你现在有什么金流 我们如果用这个 加密货币 我们用什么 你有查到什么金流吗 没有 所以柯文哲的老神在在地 查不到我的金流啊 问题是 有人动了这些钱 就会知道 所以谁动了这些钱 这些钱前前后后 只有一个人动了钱 动了钱 那就是陈佩琪 而且 你曾经讲过 像这种黑钱 如果你不动 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查 你也查不到 可是只要你一动 以台湾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金融管理的能力 你早一动 就有破口 而谁忍不住了 忍不住去动这个钱 就是陈佩琪 宝洁我们看过 好莱坞的黑帮电影 都说 我假设干了 干了一大票之后 千万不要在几年之内花 因为你一花 就会被抓到 他就是 反正我已经拿到钱的时候 忍不住 ATM理财数 要那么多钱 那么多现金怎么办 我把它存进去 存进去 宝洁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绝对不是现在 简调才盯上 为什么 因为他事实上 从2020年第一次 这个编当会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存了157万 他就开始用ATM存 然后假设一直到了 这个去年的9月 这个柯文哲 去逃出饮员回来之后 要出国之后 再存了第二次 一共前前后后 存了619万 一共存了60次 60次里面减掉 现在他当然 对出时间表 抓到了 你的金流 这时候做金流 不明来源是来自谁 都是陈沛琪 所以你要说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偏偏陈沛琪 保洁 他又说不清楚 他一改再改 一开始说 这是科的演讲费 然后这个 再来就是说 民众给的这个选举经费 然后小孩子的压岁钱 然后是妈妈的这个 账户的这个修飞机 妈妈账户的钱 讲了那么多 保洁 破口就在他 所以现在就是 他是完全对不上 因为大家都是 巩固得非常老 大家矢口否认 我绝对不 因为沈基因在入监之前 就已经发一个公开信 我绝对没有给任何钱 然后我们看到 柯文哲也把话讲得非常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代表这个两个人 已经有默契了 两个人都完全奉行 这个囚徒理论 两个人都不招 但没有想到 有一个人早就被盯上了 对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诈骗集团的时候 第一个会抓到的是谁 就是车手 车手你给我招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往上延伸 陈佩琪就车手 他就是车手 他就是那个在转钱的人马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的检调 让你在外面 好 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掌握 相关的这个证据 你越讲越多越好 因为你讲越多的时候 到时候我都可以问你 这些问题 所以你说是故意 把陈佩琪放在外面 让他讲话的 对 所以等于变成 现在最大的破口 就在陈佩琪的身上 只要能够从 他的这个金流的来源 或者是从他的去向 能够突破之后 因为有流动 才能够找到金流 对 没有流动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找到金流的 对 你只要一流动之后 我可以往前推 往后推 这样慢慢获取 就可以从陈佩琪的身上 抓到真正的金流 陈佩琪才是 真正最大的破口 我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台湾最有名的犯罪集团 是胡关保犯罪集团 胡关保犯罪集团 他不是把星光 胡冬亮给绑架 不是打了上亿钱吗 上亿钱胡关保 曾经讲过 你大家都不准够花这钱 钱都不够斗 结果有个叫小虎的忍不住 小虎去花了这笔钱 小虎花了这笔钱 我就冰够了 一样 这笔钱不能斗 结果谁忍不住斗了 陈佩琪斗了 去看豪宅 去买商败 去搞了一个公司 去搞的ATM存钱 结果还变破口了 所以ATM存钱开始 剪掉就知道 你为什么存那么多钱 开始 我认为那时候检掉就知道 因为他去存60次ATM的钱 619万 这个早就会被盯上 他一定开始 觉得这个很奇怪 好那后来 他在今年5月 又去 又说他退休 然后看豪宅 买商败 设置要公司 保险 如果当时你都被盯上 这些一定都被盯上 所以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消息 说你绝对有看过豪宅 你绝对有买商败 你还有这个 设置要公司 全部都已经在 人家的掌握之中了 而且我看到 检掉代位对他完全是 掌握得非常彻底 第一个人讲说 你有700万的不明来源 你中间花了100多万 你透过ATM存 当然还去做了很多的解释 怎么去危机 搞了半天告诉你说 不是100万 而是600万 今天更清楚的数字 619万数字都出来了 不但是619万 而且你分了60次 我要问哦 60次 你是怎样 你是每天去ATM吗 对 没错 现在这个出来的资料 是这样子的 他用分两个大提示去存钱 第一个大提示 就是在2023年的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便当会 第一次举行的时候 他就存了多少 检掉目前放出来 157万3千元 都有资料出来 连3千元都有 他存在谁的身上 他存在他自己 还有儿女的 这个三个 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的账户里面 都存了非常多钱 就存在这个地方 而且用ATM理财数 第二次是什么 第二阶段开始 就是在 柯文哲单独去建了审计金 然后到美国丢了手机之后 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一共 汇了大概 462万6千元 这个数字 所以是619万 好 现在619万的时候 你说不清楚 你完全讲了四字的口供 你一直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好 那现在来保杰 因为如果假设 能够从他的金流 对出他对价关系来说 假设是来自审计金的话 那柯文哲就是 这个贪污 贪污罪没有问题了 那他可能也会变成 贪污罪的共犯 他 陈培琪也会 另外第二个 你说陈培琪是贪污罪共犯 对 他最少 他也是涉嫌到洗钱 所以现在等于是 保杰 现在他如果 这个下一次 检调在约谈他说 他随时会变成被告 所以你现在 你有洗钱 对 你有财产来源不明 甚至 你有可能是贪污共犯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我们如果 仔细去看了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状况 柯家在这个地方 他的附近来说 我们现在 制作当中也都 把他所有的 这个ATM的单位 全部都掉出来了 掉出来那么多 你看他家附近来说 国泰四华 远东商营 渣打银行 东门银行 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对 你知道在2020年的3月 还有去年的9月开始的时候 陈培琪在这个地方 来回走了60次 60次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来来回回 你知道他说 叫东路走九遍 他是在 这个细腻路走了 来来回回60次 这细腻路走 对 60次 然后他就这样 他就拿着这个钱 一包这个钱嘛 钱他不适合到 这个所谓的银行里面去 他就拿一叠钱 假设这一叠钱是20万 然后20万 因为他有这个 20万的上限 我就把它丢进去 存了20万 20万就这样存完之后 然后再离开 然后下一次再拿了 这个20万之后 然后再存下去 一共 他最终 这个检掉目前是说 一次次拿10万 因为他一共619万 存了60次 所以他拿了10万 这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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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存 他以为 用10万去存 绝对不会被发现 对 但是宝杰 我跟他讲 10万去存的时候 ATM的camera 还有这个所有的 对账 全部都对着你 你都非常清楚的 显示出来 所以你说他每次 就拿这个10万 拿10万10万 然后放在 就这样把这个钱 放在ATM里面 存起来 把他点开 然后这样存起来 然后他那边存的时候 一定就是这样看着 所以他的脸 什么都被造得非常清楚 然后你拿了什么 什么卡片进去 会存到哪一个 对口的银行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才说 他的所有的账户 那多开心啊 我想想都很开心 对 这个钱10万 搭搭搭搭搭搭 难怪陈北琴这么开心 抱歉 当然是非常开心 去存钱的时候 存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账户的余悦的时候 对啊 一定是非常开心 我听到那个搭搭搭 我都开心了 对 但是他就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他太早 把这个钱放进去之后 搭搭搭搭搭 没有错 入袋之后 但是那个银行就从此开始浮现 原本藏在后面 沈千金跟柯文哲 或者印小 他们之间的金流 你是查不出来的 但是因为你一动之后 我发现到有动静之后 开始破口就是你 你的现金流开始出现 而且终于发现到金流 不然的话你去说柯文哲 难怪佩琴越来越爱他老公 对 所以你知道 好 除了这个金脸 除了汇钱之外 你看他又买了什么 又买了那么多的 包括说像这个 所谓4300万的这个商办 4300万上办的话 目前为止来确定 可能是这个陈佩琪去买的 只是让柯文哲去牵制 所以还是他嘛 算到目前为止来说 那你就拿出这个银行的对账 他拿不出来啊 所以才说现在 真正最大的破口 就是出现在这个陈佩琪身上 而且保险跟他讲 如果你仔细去看 这个整个过程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隐 你可以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 他要坚持要选到底 为什么 我只有透过这次选举 才能把这个钱洗出来嘛 为什么 好 假设 别人在选举 他在洗钱 好 假设我今天是蓝白河 顺总统是最后有意的 那我怎么去运作 我的这些相关的资金 没办法运作啊 所以为什么 你看 我觉得他有一个 所以第一说 整个整个一来一去的钱 已经穿好了 穿好了 我要把这个钱给洗干净 那我一定要通过一个程序 通过一个流程 对 考虑半天这选举 是最好的机会 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一定是这样 好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当时他就已经被盯上 那很好 我们就当这个事情 慢慢慢慢的发展 慢慢的发展 就果然发展 就到现在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模样 因为为什么 如果假设是这个 柯文哲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清楚 六点协议对他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可是他为什么就是不签 对 他自己 他虽然在那边说 你们不放弃 我就不放弃 但是他事实上知道 我签的话 我那个钱 完全都没办法洗 我就玩不动了 玩不动了 那怎么办 那如果好 我真的假设副总统 那副总统有什么好呢 那我退一步想 如果我来自己选总统 你看我选取总统的票 然后政党的票 然后我那么多 现金在这个地方可以用 四年后 搞不好我还有一波 我的机会 所以我才说 事实上 如果你从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故事的 这个轮廓是越来越明显 好 从今天检查 单位都在讯息 非常清楚是 我觉得陈培琦 早就被盯上了 也就是从五月开始 你家什么 这个东市买巨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材 西市买上半 什么都买 可是你在东市买豪材 西市买上半的时候 你所有的动作 都已经被递上 甚至你去存 刚刚讲的那个钱 我想到都很开心 我就多了十万 真的很开心 这么开心的时候 老大哥的眼睛 已经递上你了 而且今天更可怕的是 不是老大哥眼睛 递上你了 居然连柯文哲 一对一 一个人进到逃猪影员 五月三十号 进到逃猪影员 都被掀开了 老大哥现在你看到 说陈佩起 可能在ATM面前的 鼠前听着跟月娥的声音 哒哒哒很开心 我跟你讲 另外一个人更开心 就是透过监视机 正在看着陈佩起的检调 嘿嘿嘿 也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顶上了 你以为是陆带弯 我直接抓到 你为什么不会讲 你仔细想想看 柯文哲这件事情 诡异在哪里 首先他去到逃猪影员 这个时间点是在2023年 他说指出说 在九月三十号 那个时候逮到 老大哥我问一下 九月三十号这个时候 金华城请问一下 弊案爆发了吗 还没有啊 那为什么检调 这个时候就盯上了 各位 这跟郑文燦事件 是一模一样 什么样跟 郑文燦事件一样 就你现在看到柯文哲 跟神进卿还在这 富于王亢嘛 对不对 没有 检调早就已经 布下天罗地 而且请问一下 是2023 2022 2021 2020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搞不好从 金华城要动的那刻 事实上就已经被递上 因为在 郑文燦的解释书里面提到说 当当时就传书说 这个改建 等于说这个土地征收 有疑案 有疑案的时候 检调就已经挂线了 检调就开始追杂了 甚至检调就开始追踪了 如果说他会这样子 去对付郑文燦 他怎么可能 不这样去对付柯文哲 而且如果今天 桃园的土地变更 那问题这么大 那金华城不是更大 你说 金华城早就在 老大哥的眼皮底下了 老大哥这叫仰案 郑文燦这个案件 从2017年 我乖乖还记忆了 他连在市政府里面 所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全部通通都被录起来 每一通电话都录了 那这个养四年 有什么大不了 我要养到 我可以砍的时间点 我才可以砍嘛 郑文燦那个时候 有保护伞 现在柯文哲 搞不好那时候 有保护伞 我就等到2024年 我现在赖金德上任之后 因为我跟各位 请问一下 金华城这个案件 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月开始 5月是谁上任 赖金德 郑民签上任 所以给一个时间 我先整备军马 开始 接下来 我马上马被你动作 来 各位仔细看 柯文哲在8月29号的时候 记者会 2024年的时候 跟我讲说 没有啦 我只去过 逃出演员一次 跟神庆庆唱歌啦 对啦 他财团 财团也是市民 有什么大不了 他也是市民 对不对 结果检调就来 等你讲这句话 你一讲完之后 没问题 我马上相关的证据 传变变 先丢一个 9月30号 独自前往 逃出演员 保护伞这个东西 有个猫腻 为什么他要 特别写独自 代表你 柯文哲有去其他字 只是其他字是跟大家一起去唱歌 可是可能是游玩 因为只有独自这个东西 行经才可疑 而且他不只是掌握 他跟你讲 我怎么掌握 来第一个 他有访客记录 代表沈庆青 过来记不记得 慧珍讲过一句话 他说连拿他500块 1000块 他都要给你签名 所有事情 他的记录都没删掉 再第二个 连监视器画面都盯到了 所以代表 时间地点 我都调到了 我看到监视器影像的时候 我毛骨悚然 我为什么毛骨悚然 这个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9月30号 一般来讲 你的大楼的监视器 保存多久 最多两个月 最多两个月 你通常就要洗掉了 你等于说 在去年的11月30号 选举总统大学 还在进行的时候 你就已经跑到逃注影员 把监视器的影像 给拿下来了 所以毛骨悚然 等于是 我跟你讲 到时候检调公布 那个资料 讲那个档案 就柯文哲每次进去 逃注影员 那个截图 那个画面 我会讲 你会吓死 搞不好满满的整个 我们讲 USB都撞不下 你看文哲的USB都撞不下 在K影像 是访客记录 监视器的影像 手机定位都有 对 而且手机定位 各位 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代表从2020年 柯文哲开始 碰 特别是他 应小为那个便当会开始 你觉得检调没有定上吗 手机定位就有了 早就定上了 不然你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 拿到这个监视器画面 如果毛铃跟你讲到 那个美感 早就洗掉了 他搞不好 有分门别的 2020年 去唱歌的柯文哲 2021年 去乔市井的柯文哲 2023年 最后面的 打完收工的柯文哲 12345678 全部这些画面 都在检调手里面 而且我刚才讲 那两个月还是多的 一般来讲 一个月就多了 所以你就知道 剪掉干嘛 装夯 我就放长线 钓大鱼 你这个顺藤摸跨 你陈爱王 哪里去哪里去 我就知道 让你柯文哲 看你要演什么 线什么 因为如果 各位你想想看 这些底气 他都有的话 那他一定确认过一件事情 柯文哲 有没有在草书里面交款 有没有在那边拿现金 我跟各位保证 肯定没有 不然检调的 就不会从现在来的方法去做 因为理由很简单 如果柯文哲去拿现金 我跟你讲 一咖行李箱 大咖的 大概就两千万 两千万 打到败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到光那一千五里 如果柯文哲 进去里面空手 他出来拖一个 心理一箱好重 他已经都亲自拿 柯文哲钱不给人家碰了 哪有可能检调 还不去搭他 绝对人赃据 所以代表只有一件事情 检调知道你去那边干嘛 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去那边 而且他现在请的所谓的 虚拟货币专家 很显然 他知道你的交付方式 可能跟一般想象传统的 现金大不相同 所以你看哦 柯文哲在隔天之后 马上2023年 去美国了 去美国 但去美国保证哥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 他这个美国的行程 在西部 跟别人都不一样 科技产业之余 听起来超奇怪 我跟两个 我记忆犹新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讨论 跟柯文哲我就说怪了 这是国内蓝白额草的 不可开架 突然跑到美国去 对 然后说什么 看科技业 看产业界 对 我还想说 你所以 咱不得你去看区块链 他就是去看区块链 你就去看区块链了 对不对 而且很巧的是 手机刚好也不见 各位 手机是至关重要的 铁证跟证据 我都怀疑你 柯文哲手机 真的不见了吗 所以各位 你现在想想看 这全部串联起来 第一 柯文哲 讨不过检调的天罗地坊 他们天罗地网 第二 到底 柯文哲在那段期间 做什么 非常起人一动 所以 早就被盯上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太可怕了 华雷哥 我不要讲那个好不好 我们讲到陈佩奇就好 你想想看 如果说2020年 就盯上的话 你看 看豪宅 都在1.2亿 请问一下 检调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全程清理租租 搞不好就检调放出来了 就是你陈佩奇 看过什么东西 我想 检调一清二楚 你整个行踪 而且再来 买商办4300万 我请你一下 这个金流到现在查出来了没 陈佩奇说 我有银行对象记录啊 是选举不住款的 我要的话 可以秀存给大家款啊 请问一下 他秀出来了吗 没有 我讲很简单 就2500万 2500万 2300万 三个账户嘛 你分别提出来的钱 或者是你转账的钱 加起来4300万 打完收工 直接把我们脸 答案 到现在还没讲 但我跟你讲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检调这部分 搞不好就查完了 到现在包括他治疗公司 到ATM存钱 搞不好连陈佩奇在那边 哒哒哒哒 然后听那个月娥声音 然后笑得很开心的画面 通通都有 所以不管你们夫妻俩 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柯文哲在里面 审慶在里面 为什么陈佩奇 偏偏就只有他在外面 刻意放出来的 我就是要放长线 吊他的鱼嘛 我要顺藤摸瓜 我要让你这个车手在外面 继续逍遥 继续花钱 最后面我可以定陈佩奇什么 我到时候抓进来 我证据找到准备好 为正罪有没有 有